大家好 我是文瑞 这两天有一个消息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我看到以后也是大吃一惊 有人说你有大吃一惊 这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那什么事呢 简单讲就是罚款 那我说到罚款 有人说罚款有什么吃惊 现在中国是罚款 对不对 那事太多了 各种各样的种类的罚款 是 现在是这样 今天这个事情 跟以前的罚款 这不太一样 以前的罚款 你说是什么 轮胎有泥罚款 你是梁皮嘴加了黄瓜丝罚款 或者怎么罚款也好 甚至说 我看到前段时间 我也做视频了 就把这个车 给你挪到一个 就违章停车的地方 然后给你贴罚单也好 这件事情 它不论怎么罚 不论它这个方式多么荒唐 但是它毕竟是在室外 就是在人个人家庭的外面 罚款 但今天看到这个消息 简直真的是超出想象 跑到人家屋里面罚款 什么消息呢 就是四川省梁山 它这个地名很长 我就不说梁山 有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它整了一个罚款的标准 叫什么 叫新农村美丽乡村行动人居环境 罚款标准 这个标准 就是说 我说出来以后 肯定很多人会觉得很荒唐 很多人会问 这真的假的 这个我仔细确实了几遍 确实是真的 中国国内有很多媒体也都报道这个事情 那确实是真的 大家可以查一查 它这个罚款标准 就是我不过多的去描述了 我就按照它这个话来给大家念 大家看一看 就荒唐到什么程度 就是它到人家家里面去 比如到厨房 厨房以后 比如说你这个碗块不洗的话 罚款10块钱 然后如果厨房物品摆放不整齐 罚款3元5元10元不等 然后蹲在地上用餐 罚款20块 你说你蹲在地上用餐 怎么了 但是罚款20块 然后卫生间 你到人家里卫生间 你说这事真的是太荒谬了 然后卫生间 脏乱差 罚款3元5元10元不等 然后还到人家客厅里去 客厅里 这就不说了 什么什么沙发 茶几脏乱差 反正也是3元5元10元不等 然后最可笑的到人卧室里面 去到人卧室里面 有一条这么说的 被子为谍放 罚款10块钱 我天 这真的是 就是说 就超出 真是超出我的想象 就是你有些事情 太不合理 人会愤怒 你知道吗 但看到这个事情 这只能是笑 慌疼到让人笑的程度 然后就说什么 到院里面 院里面去 这还有一条叫 室内室外有蜘蛛网 5块钱一处 哎呦 他怎么想的呢 是不是 你说这穷 都能穷到这种程度 就是这个地方政府 就穷到这种程度 对不对 跑到人家屋里面罚款 你说屋里的话 就是真正 除非特别干净 整齐的家庭 大部分家庭 那肯定 你说吧 今天比如说有点什么事 晚 忘刷了 或者是没有时间刷 可能召集上班 背后没跌 这都很正常 对不对 家里面 他就能去给你罚款 哎呀 然后人家就说 然后当地的这些 有一个政府和相关的人员 就说我们罚款不是目的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农村更漂亮 然后我们罚来的钱 可能要买一些什么公共的用品 什么什么 我看全都是借口 说白了 就是没钱了 地方政府没钱 真是穷到了一定程度了 他们每天脑子里面就算计着 怎么去罚别人的钱 怎么样把老百姓那一点点钱 装到自己口袋里面 这就是现在中国很多很多官员 他们每天想的这个事情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去创收了 对吧 土地财政也不行了 然后很多企业也都走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税收来源 那就只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钱财 就去想出了这种 你说这样的新闻 要在韩国 要是被播报出来 肯定韩国人不信 不相信怎么可能 是不是 我刚看到这个也是 最近这段时间 我就发现总是有这样的情况 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觉得这是真的吗 总是这样想 然后就去确认 确认一遍 再确认一遍 就发现它确实是真的 就这荒唐到了 已经让人感觉到是 谣言的程度 所以说你就现在看 整个中国政府贫穷的状况 缺钱的状况 前两天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国道 国道它不是高速公路 国道它开始收费 然后这个事情 其实就已经挺荒唐了 对不对 但是据说是 反正是媒体也报道 很多老百姓 这意见也很大 对不对 结果这个事就撤销了 就是我们国道 不收费了 好像人觉得 你看通过媒体的力量 在中国也实现了 这样的老百姓的意见 能被尊重这个情况 但是后来很多人觉得 这事不对劲 它可能一开始 政府相关部 它就没想让国道收钱 它指是什么 它用这个事情 得到一个借口 它想去申请拨款 可能是拨款已经拿到了 可能是6800万 还是6000万左右 已经钱拿到了 拿到了 可拿很少一部分 把收费站给修起来 剩一钱 人家可能就分了 我猜 可能也不知道去哪了 然后之后就说 我们就响应民意 我们就不修这个国道了 好像还挺尊重老百姓的意见 事实上 他们想的也是赚钱 现在整个政府从上到下 就是骗也好 借也好 不管怎么怎么样 强征也好 反正就是把钱撞到自己兜里 就可以看到整个财政 它真的是枯竭到一定程度了 而且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 政府对民众是这样 我现在还看到 不是今天 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有一个企业 他招聘员工 招聘员工 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也找不到工作 真正有一个机会能去工作 大家也很珍惜 去了以后 人家让你怎么样 你天表 你是怎么样 出示身份证 或者手机拿出来 人家怎么样 这些人当然是很配合的了 结果 这些人就把手机给人家 人家就进行一些操作 操作最后 就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这些人 全都背上了负债 背上了贷款 这个企业 就是假借 招聘他们的名义 就让你们来工作的名义 就以他们的名义 然后去借钱 就这么一个情况 最后这个事情 被媒体曝光出来以后 然后这企业又说什么 我记得好像说 我们把这些员工招聘进来 我们是不是得培训 好像就是赔薪费的意思 你之前提前跟人家说 整体上就是骗人 对不对 都缺钱 企业可能相对于个体 他可有一定的优势 然后他就去骗钱 政府相对于老百姓 他也有一定的权利 他也去 这就不是骗了 就直接就抢钱了 是不是 就是中国社会 就出现这种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他这个本质就是什么 本质就整个经济循环 停摆了 经济循环要停滞了 你看外资 大规模的在往处走 对不对 然后有钱人 得大规模的 自己自己往处走 整个中国国内的经济 很多民众都出于躺平状态 出于停摆的情况 那怎么办 大家没有钱 老百姓是没有办法了 老百姓只能是省钱的 不断的省 不断的省 尽量减少开始 减少开始 那有一定权利的 有一定优势的 他们就想办法 单向的把这个钱 不断的从老百姓的口袋里面 装到自己口袋里面 政府这个做法是最明显的 对不对 就这样的事情 很多最近好像还有什么消息 说是在这个路上打电话 看手机 好像还要发款 说在河边洗衣服 好像也在也要这个罚款 好像这样的消息也有 那以后就干脆对吧 呼吸也得罚款 是不是也得交税 走道对吧 是道路使用费 走道是不是也要交交费 是不是 你听着好像挺挺这个 就是说可笑 但这样的事情 可能一步一步都要开始了 就是说在整体上 中国社会的财富 大规模蒸发的这种环境之下 还没有创造财富的这样的机会 这样的能力等等 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混乱 越来越混乱 你说中国社会崩溃了 它不是崩溃吗 对吧 有人说崩溃的标准是啥 都到了这个程度了 你觉得这个社会 它不是崩溃吗 是不是 还想怎么样才能算崩溃呢 是吧 未来只能是越来越差 是吧 你看这次习近平去美国 不知道又花了多少民脂民膏 花老钱了得 当然这个并不是 今天的重点 整体就是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觉得很荒唐 然后简单给大家来聊一聊 中国社会这样下去 真的真是要出大事 整体这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